大年菜已開年,兄弟姐妹過來吃飯 遠機清湯餅每逢新年都召開 印尼華僑老闆為了慰勞老闆員工 印尼新年不是現在 不過中國人習俗是年菜已開飯 我煮一些印尼家鄉的菜給兄弟姐妹吃 我們傳統印尼的過年菜有甚麼菜 我們用印尼的胡椒去拌肉碎 裡面有乾蔥、紅蘿蔔 炒熟後有些薯仔 這個寓意就像元寶一樣 過年吃了大家發財 我們小時候過時過節才可以吃的菜 因為肉比較貴 就是住家的巴東醬 用石膜去磨 有七十年歷史 就是我的婆婆傳給我的 花里豆腐蛋 就因為豆腐好像黃金一樣 又有蛋,盆滿盆滿的意思 用椰汁、辣椒、蕃茄、香茅、南薑去煮 這個羅望子魚就是年年有魚 這個魚的做法很特別 它用新鮮的羅望子汁 煮成這個醬 再加辣椒 特別甜酸的味道 但開飯之前 除了要派大利是 最重要的是 我們家鄉的習俗 就是過年初二就去喝頭膽湯 新年開工會不會想放假? 不想 為什麼? 老闆又賺錢 我們又賺錢 我們是一個大家庭 揚揚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新鮮龍 謝謝你 龍姐你做了多少年? 十幾年 很開心 現在好像家庭一樣 我現在帶大家去踩單車 我現在就帶大家去踩單車 有骨湯